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民进电视主持人孙昌国 今天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系列 就是在中美角力之下 亚洲各国的变局 今天我们选的是越南 越南其实这个议题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因为越南基本上 可以归纳成就是 他对中国美国这两个大国 都是爱跟恨 这个情绪交织的 而且非常非常的独特 那他既越南在新时代下 既会连美 然后又会访美 然后既会抗中 又会连中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接下来跟大家解释 那我们知道最近 这个美国两位重量级人物 第一个是国防部长 他到了越南访问 第二个副总统贺锦丽 可以说是代表总统拜登 也到了越南访问 可以想见 那个美国在拜登 担任总统以后 把越南视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实际上呢 其实是延续了特朗普时代 特朗普时代 大家如果记忆有心的话 特朗普专门的约了金正恩 在越南见面 那美国的这一个 这个举动 当时特朗普的这个举动 也让人家看得很明白 很明显 就是他希望 就是说跟这个一个东北 一个东南 中国的邻国 美国希望跟他们交好 那运用的也是在历史上面 有一些这个矛盾 所谓的这个一个叫做蟹子 我们讲那个蟹子 就是木头把它削两边 尖尖的 然后看到一个小小的洞 敲几下以后 就可以让那个裂痕打开了 那其实呢 这个谈到这个蟹子 这个中国跟美国 实际上都在运用这个蟹子的战略 那我们等一下稍微会触及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对中美爱恨交织呢 因为在历史上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实际上 越南作为繁蜀 或者是变成中国的领土 有上千年之久 所以对于这个庞然大物 北边的庞然大物 中华帝国 是既期待既害怕 然后又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那很多的典章制度 包括越南的文化 以前的语言 宗教 还有各样各项的这个风俗习惯 其实跟朝鲜半岛 又是很相像的 是非常非常趋近中华文化 那这个在近代的历史上 它跟中国又有一个相同的经历 但是呢 又受到地缘政治的这个 命运矛盾交错 这个摆布 怎么说呢 越南实际上在从1950年 大陆是第一个 算是最早承认这个北越 那从1950年代 北越被承认以后 其实越南就一直处于内战 那里面有抗击法国的这个 第一次所谓的第一次 印度 Indochina这个战争 然后一直延续到越战 所以它这个越南的内战 加上抗击外敌的这个越战 大概占了总共1950年 一直到1975年 所以足足有25年之久 那其中这个 一直到越战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苏联 都是站在这个 越共这边的 就是北越 那相对之下是抗击 这个法国 还有美国 那美国最后是因为 害怕跟担忧 在中南半岛形成这个多米诺效应 所以自己涉足了这个越战 那对于上个世纪来讲 也是美国永远之痛 那这场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人员损伤算是非常非常多的 一次战役 那怎么讲越南 1950年到1975年作为中国的盟友 但是因为越共 在统一了全国以后呢 又继续的侵略了这个柬埔寨 越南的领导 跟老挝 所以呢 引起中国的战略的依据 再加上本来在历史上面 越南的领导人越共 他也有很深的民族情怀 所以呢 也忧虑这个北京 所以北京连串的警告 那越南选择跟当时的苏联联合 所以那当时的这个大三角 又逐渐形成 所以七八年的时候 邓小平到美国去访问 那回来以后就发动了这个战争 那也可以说 陈越战争是巩固 这个跟美国联合 共同抗击苏联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战略举措 所以回到我们现在想 就是当时实际上 已经抛弃了这个意识形态了 在意识形态上面 其实中共越共都是盟友 但是呢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这是首次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那个越共跟中共奔道扬镳 那有了这个经历以后 这个对于越南来讲 那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所以他在新时代里面 他又发展出来所谓的这个四步 那这个四步呢 就是总结了历史的教训 他第一个是不结盟 第二个是不对抗 第三个是不让外国 运用这个越南的军事基地 去攻击他国 第四个是不用武力去解决争端 有这四步 这个提出来这四步 那其实北京对这个四步 是非常赞赏的 那我们现在就提到 为什么北京对这个是赞赏的 因为北京也察觉到 美国现在非常的希望 拉拢越南在这个南海上面 有一些问题 希望越南能够变作一个棋子 作为抗衡北京的一个棋子 但是越南也很聪明 越南知道 就是说他被夹在 而且历史的教训太惨痛 所以呢他越南 我相信他这个跟美国在开会的时候 他一定是强调 就是说如果我在南海 碰到一些问题的话 那我要请你们对我 给予我们支持 那美国也一定的 在两方面 一直不断的提醒越南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所谓的卸子的战略 第一个提醒越南 历史上 你们曾经被中国 变成中国的反属 或者被中国 美国当然是用侵略 被中国占领上千年 所以你们最大的敌人 是中国大陆 第二个 现在除了历史上 现在你们在南海 你们的领土 又被侵略 所以呢我们美国准备 跟你们站在一起 这肯定是美国的 这个对越南领导人讲的话 这个就是卸子战略 但是呢 同样的 这个就很有趣了 就是同样的 北京上 王毅到越南去访问 王毅肯定会跟这个 越南领导人讲 就是一定要提防啊 一定要提防华盛顿 因为华盛顿不可能放弃 普世价值观 不可能不推动这个人权 所以呢 如果你们疏忽的话 好 现在是因为我是第一线 如果你们疏忽的话 我倒下来的话 那你们基本上 意识形态领域的话 就绝对不行了 那你们一定要防止和平演变 或者是颜色革命 那这些话 对于越南领导人 尤其是越共来讲的话 是他们的确有这个忧虑的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提到了 就是对中美 都爱恨交集 对中国 因为我刚刚说的 这个 也忧虑 但是呢 有很多地方呢 又跟中华文化很类似 很类似 很相同 然后呢 近代以来 执政党 大陆是中国共产党 越南是越南共产党 在意识形态领域呢 又非常一致 而且越南是不断的 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子 在不断的跟中国学习 所以 中国大陆在 七八年 开始了 改革开放以后 越南在八六年 也一步一趋 实行了这个 所谓的革新开放 所以他一直把 中国作为一个 模仿的对象 而且是也是一个 学习的对象 所以他在意识形态领域 是跟大陆 跟北京 是有 息息相关的利益存在 那但是他同时呢 他又非常非常的不满 而且也怨恨 一直到上世纪 八零年代 双方都在南海 曾经发生 为了征导 发生好几次战斗 那对于 美国而言 他希望 他也希望 美国能够帮助他 在 因为面对北方 是这么一个 庞然大物 在科技上面 在教育 交流上面 他希望能够得到 一个各方平衡的姿态 所以他提出这四步 所以简单的讲 就是这个 越南就是 联合美国 又防止美国 在安全议题上 联合美国 但是呢 在意识形态上 又防美 那他既抗中 又联中 抗中是因为 历史跟现实 抗中 但是呢 在意识形态 政治上面呢 他又联中 这个是非常非常独特 跟奇妙的一面 那 我们最后讲到 这个 越南在新时代下 大概会做出 怎么样的抉择 就是 实际上 有一些的 这个 最新的一些 民意调查 我跟大家讲 大家也会觉得 很有 很有意思 越南的 如果你 引述最新的 民意 比如说 好像越南 有一个 晴雨表的 这个 民调 里面就显示 超过五成以上的人 认为中国 在亚洲 是占主导地位的 而认为 美国在亚洲 占主导地位的 越南人 只有不到15% 这个很有意思 跟其他的国家 不太一样 像前一集 我们提到 菲律宾 这跟菲律宾 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呢 这个 越南 又体现了一个 就是 因为 他这个 越南独立以后 然后又跟 中国发生过战争 所以他在 历史教科书上面 他是不断地灌输 一代又一代的 年轻人 这种 越南的民族英雄 他在教科书上面 凸显 这个越南的民族英雄 所以 简单来讲 就是 他们 虽然跟 过去这 几十年来 大陆推行改革开放 越南推行改革开放 双方 这个越南 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始终是大陆 但是呢 实际上 他 因为这个历史教科书 因为 这个 有一大批改革派 比较亲近美国 所以 对于 年轻人来讲 还有改革派来讲 他是 对中国 不存在 有正面的印象 这个是 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 既把中国认为是 亚洲的主导力量 也认为 中国很重要 而且很多的越南人 非常非常喜欢 中国的产品 他们认为 比如说 这个服装 鞋子 然后很多很多的产品 越南人都非常喜欢 觉得 价钱便宜 然后质地 也很好 好 所以 就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情节 所以我们 总结来看 越南在这个中美大国 两大国角力之下 它的抉择 应该是 应该是 就是 四步 就是我刚刚讲的四步 但前提就在于 南海 不会再继续的发生争端 所以越南还是会继续的 连美又防美 抗中又连中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